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你们的讲师Joy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要介绍正者表达式 这张我们要分析几个部分的知识 第一个呢 我们会认识一下正者表达式 包括会介绍在正者表达式里的一些标准的方法 第二部分呢 我们会介绍一下正者表达式的语法 那这两部分呢 相对来说的知识会比较枯燥一点 那第三部分呢 我们会用我们学到这个正者表达式 去从网络上爬取 谈识三百首的一个数据 那这样实际上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应用 好那我们先开始我们第一节的内容 认识正者表达式 实际上在程序员这一个行业里面 有一句话叫程序员分两种 一种是懂正者表达式的 一种是不懂正者表达式的 这个听起来好像下一句废话 那实际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分类原则 也就是说 这个分类原则突出了正者表达式的重要性 因为正者表达式其实不单在python里面 在很多其他的语言里面 包括像shell的脚本里面都会广泛的应用 所以正者表达式呢 对程序员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那么正者表达式呢 在python标准库里面是通过re这个包来实现的 那这个一个正者表达式呢 基本上分三个内容 第一个是模式 就是我正者表达式的内容 第二个是方法 匹配方法 就是我要怎么去匹配这个正者表达式 这边方法有很多 包括像search match spread findout 这下面很多方法 那这些方法呢 我们后面都会详细的去介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正者表达式的一个例子 这个代码我都写好 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处理的一个文本 那我们要从这个文本里面呢 去提取这个数量跟价格 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数量呢就是一个阿拉伯数字 对吧 价格呢是前面有个 美元五号 后面跟这个阿拉伯数字 那这个数字是有可以包含小数点 对吧 那这样呢 我们怎么样去提取出这个数量 跟这个价格呢 这个正者表达式就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怎么做呢 我们先打入一个RE模块 对吧 然后呢 调用search 去这个字幕图里面去搜索 第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斜杆D是表示数字 那这个加号呢是表示匹配一到多个数字 这个点号呢是表示匹配所有的字符 新呢是表示零到多个所有的字符 然后这个环鞋杆加美元符号是表示匹配这个美元符号 因为这个美元符号是个保留字 所以必须加环鞋杆去转译一下 那这个后面也是一样 那这个后面也是一样 鞋杆D表示数字 加表示匹配一到多个数字 也就最少是一个 对吧 然后呢 鞋杆点是表示匹配这个点 因为这个点就是一个也是特殊字符 所以我们必须用转译的 这个问号呢是表示 我要去匹配一个或者零个的点 因为我的价格里面可能包含小数点 也可能没有包含小数点 所以匹配零到一个小数点 那后面的鞋杆D呢 表示数字 后面的信号表示说 我去匹配零到多个这个数字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表达式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字符串里面 去找出我们想要的信息 那这个政策表达式的search呢 就是会去这个字符串里面去搜索 这个那个匹配下 换回来是一个叫match object 这个类 match object里面有个方法叫groups 它就会把这个括号里的这个东西给它打出来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大家可以看见它的输出是一百九点九零 对吧一百九点九零 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一个政策表达式的一个一个例子 那刚才这个介绍的内容呢 大家只要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就可以了 因为实际上我们后面会认真的去介绍这个政策表达式的这个语法 这个语法是怎么写的 有哪些保留字 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也会去介绍一下它 政策表达式里面有哪一几种这种匹配模式 那么这个match object呢我们也会认真的去介绍这个类的一些属性跟方法 好这样呢我们对一个政策表达式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阿易模块 这个模块里面呢提供了一些模块级别的方法 这些方法呢就可以用不同的模式去匹配这个政策表达式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search search是什么意思呢 search呢就是说它会从在处理的字弧串里面一直往后找 直到找到一个匹配的项为止 那这个match呢它会从匹配的字弧串的头部 就开头的位置开始去匹配 如果不匹配它会直接谎 也就是它会往后找 才会开始去匹配 那我们通过代码来看一下这个search跟match 那里面的一些细微的差别 那假设我们要处理的字弧串 就是一个abcd这样的一个字弧串 那我们先通过search 我们这个表达式就是叫c 大家想一下这个search 从这个abcd里面去找这个c 那肯定能找得到吧 对吧 我们验证一下 好 我们执行这样的一个函数 打印出来的是一个match object 对吧 说明这个search是匹配的 因为它缓回的是一个match object 那我们用match呢 我们一样去match c 大家想一想这个match能不能找得到呢 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这个match它会从这个带匹配的字弧串的头部开始往后去匹配 那对match这个方法来说呢 c这样的一个正值表达式就表示说匹配字弧串开头为c的一个字弧串 那肯定它是不匹配的嘛 对吧 那怎么样去匹配这个c呢 我们可以改一下写法 我可以前面加个点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点表示我匹配任意的字符 心表示匹配0到多个 也就是说呢 在c的前面可以有0到多个任意字符 那这样能不能匹配的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你看这边就恍惚的match object了 对吧 所以也就是这样它就匹配上 那我们来改写一下这个search的正值表达式 我们给它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字符 这个字符的意思呢 是表示说某一字符串的开始位置 也就是说它会匹配 严格的匹配字符串开始位置 那就变成说这样就表示说 我要去这个字符串里面去搜索 开始位置 然后之后是c 也就是以c开头的一个字符串 那这个s能不能复合呢 应该是不能复合的 对吧 那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 对吧 第一个就缓回了none 这时候第二个就缓回了是正确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search和match的一个区别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方法 Split Split呢 就是使用正折表达式来分割字符串 这在python标准库的字符串那个类里面 也有一个Split的方法 那个Split方法就是用一个字符或者字符串 来分割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通过空格来分割字符串 或者通过逗号来分割字符串 那这里的Split呢 跟它的区别是说呢 这里可以用更复杂的正折表达式来分割字符串 那么看这个Split怎么用 比如说我需要把这个字符串 所有的单词都分割出来 那一般的想法我们是通过这个空格来区分的 通过这个空格把这个所有的单词都分割出来 那如果我们用正折表达式呢 可以用另外的方法 用I的Split 那我们的正折表达式应该怎么写呢 我们正折表达式是用斜杆加大写的w 大写的w是任意的非字符 只要不是字符 根据这个作为界线 把这个都分割出来 好 那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 那用正折表达式有什么优势呢 那比方说 我这边如果加了一个豆浩 我们再加一个分号 点字符 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结果呢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不同的它中间多了一些这种空的一个字符串 所以呢 它还是能很好的把这个我们所要的这些单词都给它区分出来的 这个就是用正折表达式的Split的一个优势的地方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find all find all呢跟search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search呢只要搜索到匹配的第一个项 以后它就会停下来 find all呢是会继续往下查找 找到所有的匹配项 并且缓回的是一个匹配项的自乎串列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代表怎么做 假设呢这两个就是我们要处理的自乎串 针对第一个自乎串呢 我们还是用刚才的那个例子 就是我需要去把这里面的所有的单词都给它打印出来 那这个单词打印出来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用Split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find all find all 那我们正常表达是一个怎么写的 我这个时候写个W 是吧 就表示匹配任意的字符 加是表示 也就一到多个任意的字符 这个方法呢就会从这个字符串列去找 找出一个匹配字符 直到遇到非字符为止 这样就找到了一个匹配项 那接下来它又会继续往下找 这个方法呢就会打印出 我们这个字符串里面的所有的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运行一下看看 对吧 这边就打出来 那另一个例子呢 我们针对这个字符串 我们去把这个所有的数字都给它打印出来 看来是闪到什么样子的结果 数字呢我们就写看D 里面也是匹配 1到多个这样的一个数字 好 我们运行一下看看会参与什么结果 看一下 9 90 100 对吧 也就是它遇到这个9 就打印出来了 90 也打印出来了 100 也打印出来 那这里面明显不是我们要的结果吗 对吧 我们希望的结果是把这个当成整体打印出来 那这里面我们怎么写呢 也就是说 匹配数字呢 我们实际上不能只匹配单个数字 数字里面可能有小数点 对吧 也说可能有可能没有 所以我们加个问号 就是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对吧 然后呢 后面还是数字 那这个数字呢 是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 所以我们加信号 可能0个也可能多于0个 那这样我们再运行一下看什么结果 这样你看我们的结果就正确了 对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个函数 FindEther FindEther呢 就是会缓回一个迭代器 它跟FindOr一样 FindOr呢 是缓回所有的字乎创 那这个呢 是缓回一个迭代器 迭代器里面每一个 元素就是一个MatchObject 那你可以对MatchObject进行一个操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表怎么做 那我们来处理的字乎创呢 还是刚才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字乎创 也是我们需要去 从这里面找出这个价格信息 那我们看一下用FindEther 怎么做 刚才我们介绍过了 这个价格信息呢是需要 有可能会包含 小数点 对吧 有可能不包含小数点 这样就是能匹配出这样的一个数字出来 然后呢 这个缓回呢是一个迭代器 所以我们可以用Fall循环 我运行一下 可以看一下 它输出是9.90给100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正确的 因为这个MatchObject呢 它有个方法叫group 就可以缓回这个匹配的这个字乎创 这样呢 这个就是FindEther 这个函数的一个用法 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个函数sub sub就是字乎创替换 它的输入参数里面有三个 第一个是正者表达式 也就是我们用正者表达式去查找 哪些字乎创 然后呢 用哪个来替换 这个替换可以是一个普通的字乎创 也可以是一个函数 如果是函数的话呢 你就直接缓回要替换的字乎创就OK了 那这个Stream呢 就是带处理的字乎创 那我们来看一下代码里面怎么做 那我们要处理的字乎创呢 还是包含这样两个价格信息的一个字乎创 那我们要实现的功能呢 就是把这个字乎创的数字 替换成这个特殊的字乎创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做 好 这样我们写好这样的一个匹配价格的一个正者表达式 然后呢 我们要替换成什么呢 替换成这样的一个字乎创 代处理的字乎创呢 是S2 这样呢 这个sub缓回呢 就是替换后的一个新的字乎创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打印的字乎创 这两个数字呢 被替换成了一个number 那最后一个函数字叫subn subn跟sub是一样的 主意不同的是它缓回值 里面会多一个 多缓回了一个替换的字乎创的个数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把它改成n 会缓回什么 它缓回值里面是 第一部分呢 是替换后的字乎创 第二个呢 是替换的个数 这是两个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match object match object呢 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函数 一个函数呢 是group 可以带0 或者多个参数 如果是多个参数的时候呢 就是都是一些数字 这个group呢 缓回呢 就是我们匹配的主 我们通过代码了解这个group到底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们代处理字乎创是这样的一个字乎创 那我写了一个正在表达式 去匹配这个 这个斜干w表示字符嘛 对吧 加是表示1 或者多个字符嘛 那这样你这里面呢 我们每多写一个 这个用括号把它括起来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group 这个用括号把它括起来呢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group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会产生多少个group呢 现在是三个 也就是默然会有一个group 然后呢 每加一个括号呢 就会多一个group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m呢 就是我们的 一个match object 我们先不带参数 不如看什么结果 不带参数的group 就是缓回的整个的匹配项 对吧 因为这个是整个的匹配项 对吧 那我如果 0 1 2 把三个都输出出来 什么结果呢 group 0呢 是表示我整个的匹配结果 对吧 group 1呢 就是指 这个括号里面的结果 group 2呢 是表示 另外一个括号里的结果 那假设呢 我把这个括号删掉会怎么样 大家看来会怎么样 会报错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这么多组 对吧 如果是这样 跨三条 然后只有一个组 对吧 只有一个group 0 或者我不带参数 也可以运行一下 对吧 这个很有用 因为我们经常在匹配一个正的表达式的时候 比如说 我只关心它的 性 我不关心它的名 我只关心它的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 给后面的正的表达式呢 加上一个括号 然后呢 在这边呢 因为group 0呢 就是匹配整个项的 那group 1呢 就表示后面的这个括号 所以我们打个1 这样就能打出一个性出来 我们运行一下 对吧 我们的性就打出来了 所以这个group 这个很有用的概念 是用来提取我们感兴趣的一个数据 那MatchObject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用的函数呢 是groups groups 它会缓回所有的直匹配项 什么叫直匹配项呢 比如说 如果我用group来算的话 那么group 0呢 是表示整个的匹配项 对吧 那从1开始呢 才是直匹配项 所以这个groups呢 就缓回 从1开始往后的一个匹配项 我们这样运行一下 看一下 你看groups缓回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性 对吧 那假设呢 我这边再加个括号 那groups呢 就是缓回从1 到往后的匹配项 那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呢 就是缓回group1跟group2 我们看一下 对吧 groups 缓回的就是group1跟group2 我们把这个都打出来 对吧 这groups012 答出来是012 这个是group1 这个是group2 所以groups呢 是缓回直匹配项 所以基本上对MatchObject而言呢 我们只要常用的 就是这两个方法 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方法 具体可以去查阅一下 python的标准库文档 好 那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